接下来今天的大世界话题就要带您来看看 这场俄乌战争打得没完没了 到底害到谁呢 您知道全球最古老的钻石之都在哪里吗 不在巴西不在南非 答案就是在印度 印度有一个古城 以打造钻石的精湛工艺为名全球 但现在这个城市呢 却因为这场俄乌战争陷入了绝境 甚至还被说成是沦为了鬼城 我们今天的大世界话题呢 带您快来看看了 让印度呢 其实这里有两个地方 都是跟钻石脱不了关系的 印度其实有一个城市叫孟买 孟买这里呢 是钻石最大的交易所 而印度啊 在孟买北边的这个城镇叫做苏特拉 两个城镇大概距离200多公里 这里是最大的钻石加工城加工地 因为呢 在苏塔勒这个地 苏拉特这个地方 早在西元四世纪就发现了有钻石 它也是全球最早发现钻石的一个所在了 那西元七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产量其实越来越多达到了高峰 那由于钻石的原矿产量非常丰沛 所以这里的技术人员 其实他们早在很早就研发出来 如何把漂亮的钻石变得更美的方法 包括了有抛光 还有切割 这里的技术 工作人员的技术是一流的 后来因为开采的非常多 再加上慢慢枯竭了 再加上其他地方 像是巴西啦 南非啦 俄罗斯也被发现有钻石原矿 所以在这里呢 苏拉特从18世纪开始 产量稍微走下坡了 那虽然矿藏没有这么多 但是他们做钻石的技术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很精湛的 而且人力也便宜嘛 因此苏拉特就摇身一变 他们变成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加工地 因此它被称为了钻石之都 那他们特有的技术 可以把钻石变成八星八戒 有非常美丽的抛光 那么这样的闪亮亮的产业 也养活了当地 大概有60万名以上的员工 那么这些技术人员 也负责全球大概90%的一个钻石加工 由于从这里出口的钻石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气 而印度总理莫迪 当然对此非常有信心了 莫迪从2015年开始 就将苏拉特打造成了一个 全球最大的钻石交易所 这个地方呢 在去年的时候风光开幕 堪称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办公室 比美国的五角大厦还要来得更大 总面积呢 其实有14公顷 大概就是我们台湾 比国夫纪念馆跟中山公园 加起来还要更大的一个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 去年才大张旗鼓落幕 今年却传出风光不再了 不但生意没有这么好 还出现了严重的失业潮 因为这个城镇是 我们刚刚讲过是钻石之都嘛 以钻石的加工闻名的 但是这16个月以来居然63个钻石工选择轻生 而且当地的失业人口现在已经高达了数十万人 就算有人勉强保住了这个钻石工的工作 但是薪水都至少少了三成到四成左右 甚至今年7月份为了解决这个钻石技术人员的困境 还设了一支求助电话 这个求助电话才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居然涌入了1600多通电话 大家都失业 也需要帮忙跟帮助 那么这么有历史有规模的钻石之都 怎么会一下子呢 从生意非常的好 到掉到谷底呢 我们先来看看全球钻石的产业链 钻石的矿藏一直开采 当然是会枯竭的嘛 所以从印度之后 后来全球最大的原料产地就变成了有俄罗斯 还有非洲的波扎那 另外加拿大的这个钻石的原矿厂也是很多的 那这些原料开采之后呢 当然就要送到刚刚讲到非常厉害的地方做加工 一个是以色列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的苏拉特 这两个地方都是主要的钻石加工地 那原本印度的钻石原料 大概有30%左右都是来自俄罗斯的 因此让苏拉特有蛮好的一个生意来源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一场仗 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打坏了一整条的产业链 因为G7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 同时他们也限制从第三国购买来自俄罗斯的钻石 这么一制裁让苏拉特的生意 当然就急转直下也卖不掉了 那原本印度的加工好的钻石 是出口给其他国家的 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像是美国还有像是中国以及阿联 需求也都降低了 他们需求钻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少 因此使得印度的钻石产业才会一落前涨 收入也顿时少了三分之一 那这个印度的古老城市 因为钻石大气大落 我们也带您一起来看看 至今会神检查每一颗钻石 再放到机器上切割 印度是钻石重镇 不只梦买 一旁的苏拉特更号称钻石之城 印度是钻石最早起源地 当地拥有古老的钻石打磨技术 但随着原料用尽 现在只能向国外进口锚胚钻 不过拥有技术就不怕没饭吃 全球依旧超过九成的碎钻加工 来自印度苏拉特 为了扩大印度钻石产业发展 苏拉特钻石交易中心 2023年落成 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建筑 占地14公顷 光是电梯就夺达上百步 可容纳超过6万人 但大楼华丽落成 印度媒体近爆料 其实内部还有许多办事处 正在施工无法使用 周边基础建设不足 交通不便 造成钻石交易中心人烟稀少 更可怕的是 还碰上了钻石原料不足问题 印度有三成的钻石原料来自俄罗斯 但随着俄乌战线不断拉长 国际制裁下缺少锚胚钻 已经导致印度钻石切割成品 年间出口量下滑将近三成 不止如此 印度媒体报道 受到中国政府不断买入黄金 美国市场对钻石需求 也放缓影响 买气低迷导致苏拉特 有近200家切割抛光工厂 已经在8月中旬暂停营运 为的就是要先销掉库存 靠钻石为生的印度工人 生计也面临挑战 印度工会数据显示 有多达5万名工人失业 甚至有人因为没薪水可领 走上绝路 为了拯救身心巨皮的钻石工人 印度当地推出求助热线电话 没想到开通一个多月 就涌入上千通电话求助 人本风光的钻石之城 苏拉特转眼间变成血钻之都 更可怕的是 中国开始积极培育人工钻 恐怕让印度工人更加没单可接 近年来 在实验室培育钻石产业集群带动下 河南已成为了全球主要的 实验室培育钻石生产基地 一颗涌流传的钻石 带给无数人美好回忆 但面对国际态势动荡 璀璨光芒背后的血泪 短时间恐怕难以见到尽头 三星文许多的